中华娱乐文创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 兵分局岛书画大地名家暨会员连展 在澎湖县政府文化局中心画廊举行开幕式 这是协会首次前来澎湖进行艺术交流活动 借由台湾本岛与离岛艺术家作品连展与观摩 盼能开启民众新的视野 欢迎踊跃参观 开幕式出席来宾有文化局副局长洪敬业 澎湖文化基金会监视许南峰 现代水墨画家洪根生 美术艺术团体理事长蔡乐生及郑美珠等人 除了感谢中华娱乐文创产业发展协会跨海展出 完美呈现诗书画合一的艺术性外 同时期待与澎湖在地艺术家交流分享 可以激荡出更多文艺活花 当然感谢金董给我时间跟各位建筑 等下可能又要参观红艺术美术馆 然后之后又回到我的家 附近那边 看到我们家里面 我们的家里面 就是顶湾村那个地方 是一个怎么样的肉丰顶顶的地方 谢谢各位 谢谢 我可是我昨天吃了十克安民药还睡不着 因为我在想 有一句话就是新的记不住 旧的忘不掉 我睡不着做做打瞌睡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年龄 可是我怎么会一直想 我刚刚看到那个仙人长 你知道我们出去走的时候 对不起看到仙人长 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我记得我国二的时候 我国二的时候 中午睡觉 前班同学说 我们去采仙人长 就我要来吃 然后一进去 老师说你一晚你出来 到讲台上 然后我很乖 回来说跪下 我说什么意思 又不是你 又不是你带头 你不知 你不怕来来抓 那个仙人长里面抓我 他都说这样 所以小时候的记忆 都在脑海中展现 协会顾问也是知名水墨画家 发展协会的会员老师为展览主体外 更邀请了五位澎湖在地的艺术家加入连展 总计四十人参展 那今天我只是在回忆 我那时候的小时候的情景 那那时候我有一张画 老师你给我评评 我这个不是用画的 我是用什么 用流的 我记忆中的 这个 这个 用油画流的 然后记忆中的 只有五蝌蚪 那有一根水 那像这样 烤湯了 就是有 那时候你还没有 那一根水 一根水里面 有小蝌蚪 这张路 有天然记忆 我是记忆中的把它流出来 这后就 那个那个美容就忘了 就搞起来出了 我想说我这张路画 从哪里来出来的 原来他去我家哪里来 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的事情 就是你在故意中 你的心胸是胖大的 你的心胸是 是别人的 把最好的给别人的话 别人把最好的回忆回给你 这次在澎湖县文化局中心一郎 所主办的兵分局导 书画大地2024协会会员 及名家邀请展 主办单位于中心一郎展出 并展至29日子 展出作品也涵盖水墨、书法、水彩 及优化等计70幅 此次展览活动在台棚两地 艺术家缜密建构下 将呈现充满深邃内涵的全新面貌 丰沛财青与艺术装点的文化提升 将使得本展处处充满经验 备受期待 记者 王海龙报导